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知不愿做豢养的鸟 第六十三至六十六集 一下试睡,频繁做噩梦,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下见路眼一脸凝重 不知道在思考什么,忍不住宽慰他一番,你不要太担心 他只是说让我劝服你回去接管路家而已,并没有说太多难听的话 你想想,毕竟是他有求于我,自然不会为难我 路眼转头,盯着一下瞧了片刻,沉着脸问道,你不想嫁入路家 原来他是听见了这句话,一下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 路家太复杂,他是真不想嫁入路家 况且,他和路眼才刚刚恋爱,他还没有考虑到婚嫁的问题 只是,他若是如实告诉他,他会不会生气呢? 他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在等着他的答案 他感觉自己的脸微微有些热,吞吞吐吐地回复着,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我们 我们才刚刚在一起,谈论结婚的问题还太早 我们在一起好久了,一下 路眼不再看着他 抬头,望着天空,莫名其妙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知道吗? 我还知道一个秘密 那一日,你不是问我 为何会和你三哥在走廊遇见吗? 一下不想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便故意转移话题,你三哥并非是你爸爸的亲生儿子 所以,你要提防谢他,免得他害你 看着一下担忧的小表情 路眼心情又慢慢恢复些,我早就知道 你知道这件事情? 嗯,不仅仅我知道,我爸也知道,只是碍于自己的面子 一直没有点破而已 你爸居然也知道这件事情 一下有些不敢相信,陆福那么高傲的一个人 居然能够将这件事情给忍下来 他这是,有多么爱你呀 那时,我爸忙着事业忽略了你姨,忽略了家庭 他才会如此这般 因为这件事情,我爸想过和你姨离婚 也是在这个阶段,他遇见了我妈妈 可是,后来 他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自己的孩子 选择了平息这件事情 而我妈和我,却成为了这件事情的牺牲者 原来是这样 这样说来 依下本想说,这样看来 陆福最初也不是渣男的 而是被原配妻子给伤了 才会做出后来的糊涂事情 可是,又想到这件事情的受害者是陆衍和他妈妈 他便将接下来的话给咽了下去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陆衍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生活 那是他无法感同身受的事情 既然他体会不到 那么他便选择尊重他的选择 依下,是不是觉得陆家的人际关系太过于复杂了 害怕嫁给我 陆衍不再拐弯抹角 直接将自己的顾虑问出口 怎么说呢 说实话,你家的关系是挺乱的 我打心底是有些恐惧的 可是,这和你貌似又没有什么关系 我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关系虽然复杂 但是毕竟你并非陆衍的亲生母亲 依下不需要去应付他太多 这样想来,倒是也无所谓了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陷入这场混乱的关系中 你要嫁的只是我陆衍,并非是陆家 陆衍的眼神坚定 话语严肃,弄得一下愣在了当场 怎么,被吓傻了? 陆衍摸了摸一下的头 他方才回过神来,没有 只是突然间话题如此沉重 我不知道该如何应答了 陆衍没有再说什么 心中略有些失落 原来,在他心目中嫁给自己是一件沉重的事情 依下偷偷瞄了一眼陆衍 见他神色落寞地坐在那里 突然间有些心虚,尴尬地对他道 你中午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随便 依下没有继续追问 而是来到冰箱内 开始寻找食材 准备中午的午餐 他选择了陆衍爱吃的鱼 上网查询了红烧鱼的做法 亲自替他做了一条红烧鱼 又从冰箱内拿出了梨 现榨了果汁 他做了陆衍爱吃的菜 一副讨好的模样 其实他心中清楚 他刚才的话 伤了陆衍的心 可是 他也不想骗他 陆衍没有再提刚才的话题 看着桌子上的两菜一汤 皆是平日里面自己爱吃的菜 心中五味俱杂 若是以往 他定会很感动 原来他一直都记得 自己爱吃什么 可是 今日 他却感动不出来 他太了解 对面这个小女人的心思了 今日的一番讨好 那就是他意识到 自己说错了话 伤了自己的心 然而 他明知道自己那样讲话 会伤自己的心 却连骗都不愿意骗自己 他不知道是该高兴呢 还是该生气呢 两个人看似和谐地吃着饭 但是其中的尴尬与别扭 唯有两个人懂 一下讨好般替陆衍加了鱼 笑着道 你尝尝 好久没有做这道菜了 手艺都有些生疏了 陆衍看着碗中的鱼肉 家琪尝了尝 敷衍地道了剧 好吃 你再尝一尝梨汁 我放了两滴柠檬 觉得这样的果汁更好喝 路眼没有尝 他抬头看了一眼一下 无奈递到了剧 一下 你不用刻意讨好我 你我之间不必如此 一下倒果汁的手 停在半空中 他微微愣了一下 依旧是替他倒满了一杯果汁 放在他面前 你尝尝吧 两个人不再说话 默默地吃着菜 生怕多说一句 再惹对方不悦 许久 路眼淡淡地说了句 今晚不用等我 我晚上有工作要处理 嗯 我知道了 吃过午饭 路眼便离开了家中 陆父三番五次地找一下 企图从一下这边下手 让路眼帮自己夺回公司的行为 彻底地惹怒了路眼 之前 路眼看在他是父亲的面上 只是拒绝了他而已 但是却没有其他的举动 可是这一次 路眼决定让父亲看到自己的决心 他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父亲 他不会回路家 不会帮他夺回公司 路红的能力 他是知晓的 沙发果断 精明能干 陆氏集团在大哥的手中 会越来越好 这点毋庸置疑 而他 自然也不想与陆红为敌 陆红 从来不是他的敌人 他背着父亲 私自约见了陆红 有些话 还是需要当面与陆红说清楚才好 我知道你会来见我 我等了你好久 你喝咖啡还是茶 陆红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一副运筹帷幄的胸有成竹的模样 咖啡 陆红让秘书替陆言泡了一杯咖啡 送了过来 陆言低头 轻轻尝了一口咖啡 默默不出声 你可想通了 是否要回到公司帮我 陆红试探性地问道 我依旧保持之前的态度 不会回到陆氏企业 更不会回到陆家 陆言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决心 你真的要如此吗 我们毕竟是亲兄弟 虽然不是一母同胞 但是都留着相同的血液 陆氏企业要想走得更远 需要我们兄弟几人齐心协力 大哥管理陆氏企业这么多年 应该比谁都清楚 家族企业并不好管理 想要陆氏企业走得更远 那么势必要破除现有的陈旧观念 引进新的管理理念 与时俱进 方才是关键 陆言继续喝着咖啡 这些道理 他相信陆红要比他更清楚 面对他的试探 陆言知道 光靠嘴上这些说辞 他是不会相信的 他从公文包内 拿出了一份股份买卖协议 递到了陆红面前 大哥 这是我手中陆氏集团20%的股份 限下我新公司 缺少流动资金 想要全部卖给你 不知你是否愿意购买 陆红看了一眼协议 抬头钉卓陆言 你当真要和陆家划清界线吗 大哥多虑了 我只是缺少流动资金而已 并非是与陆家划清界线 你缺多少资金 我可以给你 但是你的股份 我不会要 大哥 若是这股份你不要 我便卖给三哥 你和三哥 我更愿意将这份股份交给你 陆红一直钉卓陆言 想要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些蛛丝马迹 却一无所获 他再一次拒绝 若是爸知道你将股份给了我 会很生气的 爸身体不如从前 陆氏企业应该交到有能力的人手中 我相信 爸迟早有一天会理解的 你为何会对陆家有这么深的怨念 非要如此吗 大哥 你误会我了 我离开陆家 并不是因为对陆家有怨念 只是单纯地觉得陆家不适合我而已 我不在陆家任职 不代表我们今后不会有业务往来 大哥应该清楚 商场如战场 若是我们能够彼此帮扶 那才是真正的共赢 陆红见陆言态度坚决 便也不再说什么 签了陆言递过来的文件 对其道 资金我会让财务打给你 若是今后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 尽管开口讲 你要记住 我永远是你的大哥 嗯 我知道 卖掉股份的陆言 只觉得浑身轻松 从此以后 陆氏集团与他便在无瓜葛 他从陆红办公室出来后 看见了大嫂乔薇的身影 两个人尴尬地对望了一眼 大嫂乔薇率先打破了沉默 有空吗 一起喝杯咖啡 抱歉 一会还有个会议要开 陆言 你至于逼我如蛇蝎吗 大嫂 你误会了 陆言故意将大嫂二字 咬得特别重 那你是心中还有我吗 所以不敢见我 你误会了 既然我不是蛇蝎 你心中又没有我 为何不敢单独和我一起喝杯咖啡 我真的有事情要忙 给我十分钟 聊聊可以吗 好 陆言不想让他误会 自己心中还有他 只能答应了他的恳求 他不愿与他再有交集 这是对彼此的尊重 一旦产生流言蜚语 对彼此都不好 乔薇替陆言泡了一杯咖啡 这是你昔日喜欢的口味 谢谢 你想说什么 不妨直言 陆言 我们从什么时候起 变得今日这般生疏了 还是 你依旧愿我 当年选择嫁给陆红 大嫂 此时此刻 再提当年的事情 貌似不合时宜 若是你没有别的事情 那我就先走了 你这个性子 还是和当年一样 不懂得掩饰自己的情绪 这方面 你要比陆红差很多 我本便不如大哥能干 陆言 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当真 打算退出陆氏集团吗 人 跪在时时务 我向来不喜欢争取 不属于我的东西 这么多年了 你依旧是那样的傲娇 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原则 一切劫难 皆来自于贪子 他是怎样的人 乔薇突然间 调转话题 询问其意下来 他很纯粹 很乐观 亦很努力 和他在一起 会让人觉得很舒服 我真的很羡慕他 能够随心所欲地 选择自己喜欢的人 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个年代 能够保持单纯 便是别人渴望 不可求的幸福 人之所以纠结 是因为贪子 他之所以快乐 那是因为 他从来不抢求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看得出来 你很喜欢他 不是喜欢 是爱 乔薇惊讶地看着路言 他从未想过 会从路言的口中 说出这样的话来 他一向博良 对待感情 向来不冷不淡 没想到会从他嘴里 听到爱这个字 他不禁想到自己 当年和路言之间 青涩的恋爱 那时的自己 一路追着他跑 为了他付出那么多 却从未从他口中 听到爱这个字 他冷笑一声 笑过去的自己傻 那时自己 还痴迷于他的高冷 觉得不善言辞的 他很帅 现在想来 不是他高冷 只是自己 不是他真心 喜欢的人罢了 你们在聊什么呢 陆红的声音 突然间在门口响起 你们在聊什么呢 陆红的声音 在门口响起 乔薇紧张地 望向了门口 解释着 偶然碰见四弟 叙叙旧 哦 我若记得没错 你们曾经是校友 对吗 乔薇的脸 不受控制的红了 心虚地道 是啊 我曾经大他一介 是他的学姐 陆红不想继续留在这里 不想参合他们夫妻的事情 冷冷地道 大哥 大嫂 我还有事情 便先回去了 你们毛 乔薇突然间 挽住了陆红的臂弯 将头轻轻 靠在他的胳膊上 笑着道 好呀 改日我们再聚 记得戴上衣下 一直没有机会 和他好好聊聊呢 好 改日再聚 看着陆眼离开的背影 乔薇只觉得 鼻子有些发酸 有些事情 虽然他不愿意承认 但是必须要接受 他靠在陆红的肩膀上 轻声唤道 红哥 我们要个孩子吧 你确定考虑清楚了 不想继续玩几年了吗 有些事情 陆红早就知晓 只是陆家的男人 向来有一个共性 那就是不喜欢点破 凡是喜欢放在心中 独自运筹帷幄 至于陆红对乔薇的感情 他自己也说不准 娶乔薇 是母亲的意思 看重的是他身后乔家的实力 他一心扑在事业的版图上 对感情向来不主动 亦没有爱得死去活来的人 所以 对他而言 娶谁都一样 若是能够娶一个 对自己未来事业有帮助的女人 那最好不过 乔薇的那些小心思 他自然清楚 不过 他并不在意 他比自己小几岁 他愿意等他长大 等他思想变得成熟起来 他始终相信 人终究会向现实妥协 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力的一条路走下去 而此时 他便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陆红低头看着乔薇 只见他摇了摇头 笑着道 是时候要个孩子了 我也不是当初的小女孩了 不能再任性了 好 那就依你 陆言卖掉自己手中骨粪的事情 很快便被陆父知晓 他气得浑身颤抖 将手中的烟灰缸扔了出去 砸碎了面前的电视机 他愤怒地给陆言打了电话 为何要卖掉股份 你是故意的 对不对 爸 您年纪大了 公司应该交给有能力的人管理才对 畜生 你要气死我是不是 爸 您为何想不通呢 大哥是您的亲儿子 您为何要一直针对大哥呢 为何 你说为何 若是你大哥掌权 他还能善待你和天儿吗 你宁阿姨向来善赌 定会找机会报复你和天儿的 爸 您不是怕大哥报复我和天儿吧 您是怕大哥对付姚秘书吧 她是天儿的妈妈 按照辈分 你应该换她一生姚姨 我换她姚秘书 那是看在天儿的份上 否则 我连搭理都不会搭理她一下 当年我妈抑郁而终 也有她的一份功劳 眼儿 要我怎么说你 才能够明白呢 男人要学会逢场作戏 不该被儿女私情所牵绊 终究有一日 你会明白我的 我永远都不会明白 亦不想明白 一个男人 若是连感情的事情都处理不明白 又能做出怎样的事业 不要告诉我逢场作戏 那只是男人 为自己的花心所找的借口 在你心目中 我便如此不堪吗 难道不是吗 眼儿 我也会累 我也想找个人 寻求些温暖 既然你想要寻温暖 那么 你现在就好好享受所拥有的 只要你别太过分 相信大哥也不会为难你 陆家依旧会是父慈自孝 若你苦苦相逼 那么我便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终有一天 会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的 陆府气道 我自己做的选择 哪怕后悔 我也会跪着走下去 陆父不再与陆眼沟通 愤怒地挂掉了电话 一下正和好友乔纳聚会 没想到会再一次接到陆父的电话 说实话 看见来电显示 是陆父 他内心深处是有些抵触的 不过出于礼貌 他还是乖乖地接听了电话 陆父的语气十分不佳 把他痛批一顿 便挂了电话 不过 他还是抓住了陆父的重点 那就是 陆眼卖掉了陆家的股份 他吃惊地盯着乔纳 只觉得恍惚 怎么回事 他为何要卖掉 属于自己的股份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乔纳看着一下发愣 扬起小手 在他面前摇晃一下 怎么了 陆眼的父亲 怎么会给你打电话 陆眼将陆氏集团的股份 卖掉了 气得他发飙了 卖掉了股份 天呀 没想到他居然会这样刚 乔纳一觉得吃惊 陆氏集团的股份 那是多大的肥肉呀 陆眼居然就这样卖掉了 依下一觉得不可思议 想到陆眼上午时所说的话 你要嫁的只是我陆眼 并非是陆家 这莫非便是他脱离陆家的手段吗 依下只觉得恍惚 而好友乔纳却踢一下感到高兴 他与陆眼纠葛这些年 终于要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看着依下一脸忧虑的模样 乔纳忍不住敲了敲他的额头 忧虑什么呢 这是好事呀 证明陆眼是真的很在乎你 依下无奈地服额 一脸倦意 不知道为何 我心里总觉得不安 怕将来他会后悔 你怎么了 何时变得这样优柔寡断了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你又没有给他压力 他就算后悔 也与你无关 乔纳只觉得依下不对劲 他最近怎么感觉像变个人似的 总是一副忧心 重重不开心的模样 依下只觉得头疼 不知道为何 最近他感觉自己异常的劳累 无论做什么 都提不起精神来 乔纳 送我回家吧 我感觉自己好累呢 想睡觉 你怎么了 一点都不像你的性格 不会最近是你家 路眼太能折腾了 让你休息不好了吧 乔纳一脸暧昧地笑 胡说什么呢 我只是有些累了 可能最近回到A市 视频会议多了起来 人也变得烦躁了 哎 要我看 要不然 你就搬回A市吧 这样我们 还能做个伴 又不影响你家路眼事业的发展 他的工作重心 已经往二市转移了 哇 天呀 没看出来 路眼竟然如此痴情 别乱说 他只是正常的工作安排而已 他和孙家合作 自然是要将工作重心 转移到二市 你呀 怎么就不愿意承认 路眼痴情的事实呢 我害怕 我害怕这一切都是 我的一厢情愿而已 我害怕这一切 都是我自己一想的 我怕自己深陷其中 若是将来发生变故 我无法脱身 夏夏 你怎么变得如此多愁善感了呢 做人 要活在当下 懂得享受才对 最初 我便是像你这般想的 活在当下 享受眼前的美好 可是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变毁了当下所有的美好 那一瞬间 我感觉自己的世界都坍塌了 自从那以后 我便再也不敢奢望美好了 不敢享受美好了 我怕极了这种 失去所有的感觉 不想一遍又一遍的尝试了 所以 我宁愿一切都不美好 也不愿意再失去了 夏夏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你没有经历过这些 你不会懂的 夏夏 我说一句话 你千万不要生气 我觉得 你应该看看心理医生 你想多了 我没事的 我很好 真的吗 放心好了 我心里有数 乔纳将一下送回了家 她始终觉得 一下有些不对劲 但是却又说不出 哪里不对劲 她虽然表面看上去 依旧积极进取 依旧是那个乐观的姑娘 但是骨子里面的性子 却变了 路眼回到家中时 一下已经睡着了 这一次 并非是装睡 而是沉沉地睡去 路眼看了看手表 才八点多 怎么会睡得这样早呢 莫非是昨夜累化了吗 这一次 她没有打扰她 看着她一脸眷容 她有些心疼 她帮她收起了床边的书 替她重新盖好了被子 又按照她平日里面的喜好 重新调整了空调的温度 让她能够舒舒服服 睡个好觉 她刚要起身离开 突然间听见了 依夏的哭喊声 不要 我不要 不要给我 依夏 你怎么了 路眼紧张地看着依夏 发现她眉头紧锁 额头不停地冒着冷汗 不要 什么都不要给我了 我怕 哥哥 我怕失去 依夏 路眼一遍遍地轻换着一下 安抚着她 别怕 我在呢 我在呢 虽然她依旧是没有醒来 但是情绪却逐渐地好转了 她看见泪水一滴滴地从她眼角流了出来 她这是做噩梦了吗 她好久没有见她做过噩梦了 怎么会好端端地做噩梦呢 她梦见了什么 难道又梦见了她爸爸妈妈了吗 路眼记得 上一次她做噩梦 便是她父母刚刚去世时 她查看了一下日历被忘录 明日便是一下父母的忌日 难怪她会做噩梦 应该是又想念她的爸爸妈妈了吧 第二天 依夏是在路眼的怀中醒过来的 路眼问她 昨夜可是做梦了 她努力回想 却想不起来梦见了什么 只是 觉得自己的眼睛有些干 路眼没有告诉依夏 她做噩梦的事情 她提前用手机订了早餐 里面放了些防梦眼的中药材 希望能够对她有所帮助 看着她沉闷地吃着早餐 路眼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却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 依夏 今天我陪你去祭拜你的父母吧 不用了 你那么忙 我还是自己去吧 依夏看似懂事般的拒绝 却让路眼觉得 心中有些不快 我已经将工作推到明日了 今日我还是陪你去一趟吧 好吧 依夏并没有因为路眼的举动而高兴 反而生出了思思的恐慌之感 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到底为何自己会这般患得患失 祭拜所需要的祭品 路眼事先便已经准备好了 这一路 依夏一直沉默不语 面色不佳 路眼偷偷看着她 并没有多言什么 她想 或许 她是想念自己的亲人了 祭拜的过程中 依夏一直没有讲话 只是默默闭上眼睛 双手合一 不知道在心中偷偷默念什么 回来的途中 路眼本想着和她聊聊天 缓解她的心情 却不料 她沉沉地睡了一路 路眼还从未见过 依夏这般能睡 她倒也没有多想 只觉得 她是昨夜做噩梦 没有睡好 这几日 依夏的反常 路眼只当是因为她父母忌日的原因 并没有在意 可是 当她发现 她接连一个星期 天天做噩梦时 她才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她到底怎么了呢 为何会经常做噩梦呢 路眼做了自己最不迟的事情 那就是偷偷查看了 依夏的手机 她看见依夏的微信中 一个陌生的微信号 给她发了一张图片 上面正是自己和大嫂乔薇 坐在一起喝咖啡的照片 那照片的发送日期 正巧是自己找大哥 卖掉股份的日子 路眼不禁握紧了拳头 谋色间充满了绿色 我们下淡了 如果